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 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不少議員跟我說 你不如交給嘉賓委員會 我為了大局著想 不想被人有印象 我甚麼都啞斷了 甚麼都要靈威 仍聰 我為了一個大局 我讓出這個審查權 給嘉賓委員會 其實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九 迫回一條 只是立法會或其常設委員會 才可以命令行使這些權力 一個鐵路小組根本沒有這個權力 不是讓出來的 現在不是調查紅磡 也不是鐵路小組主席 鐵路小組去獲授權 也之前有先例的 第二節先由建制狗爭狗開始說起 泛民也是要糟糕的 但這就是太富而樂性了 首先我們上個星期已經說了 基本上整個的沙中線 甚至乎那些甚麼會展 禮頓 其他東西 那個光華就被一個人拿了 那個就是填北辰 但當然要拿這些光華要付出代價 付出的代價就是要以政府為敵 泛民已經先有兩次提及權力及特權法 去查這個沙中線和紅磡站 其實很好玩的 為甚麼呢 權力及特權法要提出那一個小組 只能夠查一件事 查一件事你第二次就不能再提 因為都是查那件事 但因為這次牽涉太多不同的站 這次你就可以提紅磡站 下次你可以提土光環站 接著你又可以提沙中線 然後又可以提會展 所以這次好像應該是印象中第三次 之前泛民提過兩次 這次田北辰是第三次去提這個 用權力及特權法去查 有趣的地方是甚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 田北辰是鐵路士儀小組的委員會主席 他授權內會要求 受權交通委員會主席易志明 去查成立這個特權小組 他講到自己很厲害 其實我可以提出 去自己成立這個特權小組去查 但我免得有人說我搶了功勞 我就唯有叫內會去授權 易志明去成立這個委員會 那我就將功勞釀出來 嘩 激怒到葉劉 多怒慌 當然他是葉劉旗下的第一半仗 一定追著你們打 你這個鐵路士儀委員會主席 根本就沒有資格成立這個PMP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甚麼讓出功勞 那當然啦 事實上建制派也不想成立這個委員會主席 怎麼可以叫做功勞呢 還有田北慎這傢伙真是夠賤 做政客就要這樣 喂 你還說你讓了功勞出來 現在全世界都將傳媒焦點 集中在你身上 你豈不是贏了 嘩 這招 這些就叫做高級的議會對策 當然啦 到最後這件事 都是不能夠成立的 因為建制派會否決 這個內會都佔大多數 但也有幾樣東西值得說 第一當然啦 就給陳恆斌說 陳恆斌說 你這個田北神一時一樣 然後王國健又跟毛孟靜罵戰 你不懂事不要亂說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毛孟靜上個星期也有說過 他拿了一張照片 就說有很多垃圾將來會堆在牆上 在屠瓜灣站 如果查到沒有這件事 你這個毛孟靜就公信無存 當然啦 在黃絲苟心目中 泛民有沒有公信 他們都是死撐的啦 但我覺得王國健串他又串得對 喂 你都什麼差都不懂 隨便看到幾包垃圾影幅照 就說人家偷工減料 被人查到你就糟糕了 但這些都不重要啦 我最主要說 建制派今天就狗咬狗就好看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 當田北神 都究竟站在政府面前跟他對著幹 那下屆選舉 我投他和投其他範圍 就沒有分別啦 有什麼分別呢 他做的事都一樣 你做的事都一樣做的 你的道德高地在哪裡呢 我以前一直都有感覺 建制就是項題圖章 就算說得多威風 最後又是投票投協票 投反對票或者不投票 喂 現在田北神 就是自己提出PMP 還要自己在議案上贊成 做的事和泛民一樣 你的高地去了哪裡呢 大家和你一樣 那麼高那麼大 甚至乎我告訴你 有些議員比他更差 不過這個拉喉再說 接下來你以為我吊泛民 都沒有吊 我還要贊泛民 在這個鐵路及事務委員會裡面 話說這個泛民 竟然在早前突擊成功 因為這個鐵路及事務委員會 不知道是十個還是十一個人開會 當然建制派又經常沒有這幾個 然後泛民就突然提出了一個 要求陳凡下台的動議 竟然就被他過了 我經常都說做人要公道 雖然有些人馬上說 只要這個議案沒有法律效力 你就算通過了也沒有用 就對他不痛噴藥 只要這個不是只不過是 鐵路是儀小組的委員會 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動議 你連交通小組也不是未至於 更加不要說是內會 或者是立法會大會 根本就是很低微低微的 很濕碎的譴責 我不會這麼說的 通過了就是通過了 贏了就是贏了 要贊就是要贊 那這就是泛民特集成功 當然就是他們努力之下的成果 你不能夠因為這件事 沒有法律約束力 或者只是一個很低層次的委會 你就會無事的 但當然有兩件事要說的 第一件事 喂 你做一個立法會議員 做這些是你的本份 你去提出什麼事情的議案 去投贊成票 然後去用一個方法 去羞辱政府 全部都是你份量包賣的 當然我不會論識我的贊賞 但是你應該每時每刻都要做這件事 而不是在失了十幾件事 讓我每次踢爆你們原名救票 都反勝為敗 先做一件好戲出來 第二件事當然要說 那你這些花膠台的主持 或者黃絲狗 你們就可以全部收皮了 記不記得我們說 那些泛民經常不開會 他們怎麼反駁 就算那些人都出席了 不一樣可以倒油下來 過半數贏你 根本在這個議會 這個建制派永遠都過半數了 你泛民做什麼差都沒有用的 就算他們出席了又怎麼樣 根本就不重要 現在就告訴你重要了 現在就告訴你 可以譴責到這個陳凡 再加上之前那個官堂噴泉 就是可以做到的 那就是證明你泛民 每一次會議都要出席 現在你泛民就是不出席 這個才是你們最恨了 全家產的地方 好啦 那當然了 就要正式說 雖然 就是說這幾次的 就是所謂的 泛民的 這個P&P都被否決了 但是問題就是 喂 你們都是沒有開會的 是嗎 周孫 為什麼要假裝驚訝 你如果說 全部人都開會 啊 開了會 沒有可能的 你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先看一幅圖 有沒有圖看 其實現在幾次的 立法會的 權力及特權法的調查委員會 雖然他們就說 我們呀 有能夠可以 全力 即是我們覺得很有問題 政府很不公義 不找P&P去查 根本沒有用 拖著所有時間 搞到禮頓可以脫身 那為什麼你們這些人 會不會開會 李國倫 郭家麒 黃碧雲 咦 都沒有開會 是啊 很簡單 就是李國倫 郭家麒 黃碧雲 又再次不開會 然後又沒有泛民去譴責他 而且最好事是什麼 這次這個表決 《眾新聞》 是列出了所有有投贊成票 有投反對票 還有投欺權編的 但是他就沒有說到有三個法民是沒有投票 為什麼不投票的議員你不列出來 所以我要再說一次 現在香港就踏入了一個後真相時代 什麼叫後真相時代 就是就連那些所謂支持新聞自由的媒體 他們都會上下其手 隱瞞他們支持那些政黨或者立場的人 不堪的表現 譬如今次很簡單 你泛民說得那麼重要 即是那些P&P 我們要張演政府社會的公義 就一定要用P&P查禮當 那結果怎樣 結果你有三個泛民議員不出席 好 再下一回 難怪蔣藝文可以這麼得意 除了《眾新聞》 這個《立場新聞》又是上下其手 這個也是兩次 這個所謂的權力及特權法的投票 右手邊的就是查渣中線 所以我說過其實他們提了幾次 左手邊的就是查土瓜華站 先說右手邊的那個 右手邊的《立場新聞》 就將所有投反對票 棄權票 和沒有出席這個表決的人 全部都畫出來 那泛民在這個表決 就只有一個人沒有出席 那個就是郭榮鏗 公民黨 但是問題就是 都是沒有出席 所以你其實都未至於需要查 蛤? 不是查 因為都是有人 為什麼你泛民永遠都會有人不開會 為什麼你們不開會的議員 永遠不需要向這個市民解釋 其實我在這裡 我之後可能在連續流流都會再說一次 已經有人跟我說 郭榮鏗和郭家琦 他們每個星期是有定期的辦公時間 是經營他們的副業的 就是他們會去郭家琦 每逢星期五 隔著星期五就會去看證 郭榮鏗每逢星期四 你們不知星期五就會去做那些律師流的事情 你這麼忙就不要亂選立法會 立法會最重要的職能就是 守護我們市民的核心價值 然後你看 郭榮鏗又不亂開會 然後又沒有人去質疑他 為什麼你不去開會 原來在這個立法會 泛民不開會是老鳳的 好了 但都未到我最生氣 右邊那個是《立場新聞》做的 他都會提示所有沒有出席的議員 去到左邊這個土瓜環站 突然發覺這次不是一個議員 是有四個議員沒有投票 這四個議員有哪四個 李國倫 葉建源 又是李國倫 陳淑莊 郭家琦 又是郭家琦 有三個公民黨的成員 一個是李國倫 那些專業議政 教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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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幾個 兩個公民黨的議員 不投票的時候 《立場新聞》就不敢 提示一些沒有出席的議員 我這裡就要問 為什麼在你報導這個沙中線的PMP的時候 你就提示所有建制派和泛民議員出來 但是去到這個土瓜環站 就是因為你看到有四個泛民議員沒有出席這個會議 就不敢提示出來 一提示出來怎麼辦 就讓人知道原來泛民有這麼多人去開會 回來 所以剛才我說 去到現在 其實泛民和建制派其實沒有分別 今天不夠時間說 我星期二就會去說 共媒01最近就去了這個立法會做了一個調查 那些黃絲民很喜歡說 你們經常拿泛民不開會的指數出來 為什麼你不拿建制派出來 你根本就故意抹黑這個泛民 你拿了建制派就知道 每個人都不開會 我明天就會跟大家說 原來現在缺席率最高的三個立法會議 有兩個就是泛民 就是黃絲民 你又假裝驚訝 你為什麼要假裝驚訝 如果三個都是建制派你才要驚訝 我們做了這麼久 每次都是踢爆那些泛民不開會 所以缺席率最高 怎麼會不是泛民 結果缺席率最高的三個裡面 一個就是謝偉俊 一個就是張超雄 一個就是黃碧雲 然後在這個立法會裡面 投棄權票最多的三個立法會議員 一個叫林卓廷 一個叫鄺俊宇 一個叫許智峰 全部是民主黨 之前我們不是說公民黨是三投黨的 就是同一個黨可以投贊成反對棄權 三票都投了 那時候我還記得泛民的九頭護法林記進出來說 你看看人家工黨 英國那些工黨當然不是香港工黨 英國工黨、英國保守黨 他們同一個議案都會投贊成反對棄權 大哥 人家英國工黨和保守黨 有八九幾個議員 你公民黨只有五六個議員 已經投齊贊成反對棄權 那你那個政黨 就有什麼臘腦的立場可言 逆招啊 但我都不說這件事了 現在最新的黨 就是民主黨叫做棄權黨 原來每逢十個議案裡面 民主黨的人 是會最低限度有三至四個議案 是會投棄權票的 我真的覺得選你這群人進去做什麼 原來我選你進去就是投棄權票 這個世界很簡單 要是你覺得政府做得對 你就贊成 你覺得政府做得錯 反對也沒有第三條路 其實都有 某一些很尷尬的議案 我覺得可以贊成 譬如投棄權 譬如政府支持中市科必修 如果我是立法會員 我是會投棄權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中市科必修是對的 但是擺明中市科必修 就是可能會有一個行程 是會做一些國民洗腦教育 那你暫住你既支持這個 中市科必修 又反對用中市科必修 來做洗腦教育 那你只能夠投棄權票 那這個可以 就是這些的情況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 但是有多少個 年中有多少個議案是這樣 你泛民的民主黨 就簡直是投棄權票 當作吃生菜 阿豬阿狗也投棄權票 不過這個我還是留下明天才說 就不詳細在這裡說 更加離譜就是 就是泛民現在 就是這麼多出席率 最高的議員裡面 就有大部分是泛民 最強勤力的反而是 當然我們明天才會再說 就是建制派 那你還說什麼呢 你還可以跟我說什麼 支持泛民的支持者 黃絲狗 花膠台 D100那些臘狗 在我說泛民經常不開會的時候 他們的反駁就是 那你把建制派拿出來 建制派不是更多人不開會嗎 好了 現在去到建制派 都翻得多過你們去開會 用投票的時候 你們還可以說什麼 你們最多就說 他們至少支持民主 支持民主有用嗎 都不開會 不投票 你支持什麼都沒有用 你這個議員最基礎的責任 就是我都沒叫你去抗爭 其實抗爭才是我們要批定的地方 怎麼可能作為一個 現在的立法會議員 不會做議會抗爭啊 你們這麼怕被DQ 你就給一些不怕DQ的人去選 選了之後你進去 又不抗爭 你們貼紙投票又投輸 那選你進去做什麼 選你進去做公仔 做花瓶 你今天就是在做橡皮頭張 我都不說 我真的很想包容 到現在這一刻 這些我都不說 我只是說一件事 喂 起碼都準時開會準時投票 你們就是這件事都做不到 然後你們覺得很重要的議案 就是P&B去查這個禮頓 你們自己的人都回不一起投票 你說什麼的抗爭 你說什麼的守護香港 然後這個黃碧雲更好笑 我明天都會再說 就是 告媒連一些記者都給他解釋 啊 為什麼你們經常都不投票 哎呀 我覺得啊 要處理 就是不是每個議案都重要的嘛 那如果我要見一些政府官員 我要處理一些地區國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時候 我就不去投票了 但是重要的議案 我就會回去投票的 這些政策 開口說謊 全世界都知道你黃碧雲 為什麼不開會呢 因為你每個星期都要教書 每個星期去到某一個時間 你就會自然失蹤 然後還要是給一些人質詢 你都說明我是要教書的 你們這些香港人選我就賤了 我都說明不開會了 你們還有救世投我一票 你們說你就賤總啊 然後再張開眼說謊 他說他重要的議案會回來投票 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橫州這個事務的小組委員會的議案 你沒有人投票 然後查梁振英的議案 不可以投票 你說的天下為公 一招黃碧雲 啟德體育園一百多億的撥款 不可以投票 財政預算案 你們說這個議算案是不公的 一千一百多億的議案 不可以投票 亞投行的六十多億的議案 不可以投票 元朗的天價造價天橋 你又不可以投票 今次這個政府查PMP的議案 你又不可以投票 有哪個重要的議案 你又出來投票啊 這些黃碧雲就是 納納殺的議員 然後你們還去支持他 你們為了支持他來攻擊我 這些就是納納殺中的垃圾 不過這個我也是明天才說 但現在我就告訴大家 很簡單而已 現在我給你們一個很簡單的對比 給你們看 在這個三跑機場撥款裡面 田北辰就說自己會考慮投票 結果沒有投票 也是缺席 但是同樣是新西的候選人 郭家麒他就投贊成票 在這個PMP的內會的議案裡面 田北辰是一個提案者 兼投贊成票 郭家麒就沒有投票 我就是拿這個東西 我和所有的新西選民問 一個三跑撥款 田北辰沒有出席 郭家麒贊贊成政府 一個PMP 田北辰投贊成 但是郭家麒沒有投票 我幹什麼不投田北辰啊 你真的再沒有藉口 告訴我為什麼 泛民一定比建制派好 我拿了給你看 兩樣東西 三跑撥款 PMP 查理頓 全部田北辰的表現都可以過郭家麒的 那下次新西你告訴我 我投田北辰有什麼問題 我投郭家麒就是狠狠 這些就是狠狠狠 這些就是這個主流媒體 眾新聞 立場 D100 化膠台 共媒01 這些媒體 全部不會告訴你 但結果我還沒說到今天我要說的東西 其實這個是上一次要說的 今次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呢 還有一樣想跟大家說的 話說這個莫乃光 就在兩天前 突然間會見記者 就說自己呢 突然性失衷 跟著就說 真的嘩然 他沒有說到自己有多少意際失衷 他說他自己突然性失衷 跟著就說 有可能影響他的議會的事務 職責 甚至要辭退泛民法會召集 當然做泛民法會召集 就沒有什麼事情要做 那就有他去遲 我只是想 那時候我第一時間想 你這麼辛苦就辭職 辭職補選最好 你平時都經常不開會 在我們的廣間指數裡面 莫乃光從來都是高據投機名 因為他經常不開會 又或者支持政府 那麼你這麼辛苦 你就不要做 誰知道 原來這個只是開頭 在這宗新聞發表了沒有多久之後 莫乃光就在他自己的發表 出了一段聲明 有沒有照片看 這個有沒有 這個沒有照片看 不要緊 大家可以回去你們直接上網 查莫乃光的Facebook 就會查到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那莫乃光其實在早前 原來真的上年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他就搞了一個一人一票 反對這個 反對這個 縮短投票時間的活動 叫大家填這個表去參加 誰知道去到昨天 他突然間宣佈 他說原來幫他去搞這個 搞這個 搞這個 簽名活動的公司 好像叫Type More 還是不知道什麼 叫Type Form 竟然被盜竊個人資料 結果有超過9500個電郵地址 就經這個活動傳出來 我真的心想 你莫乃光是什麼人呢 你莫乃光是資訊科技界的議員 你莫乃光是資訊科技界的 是香港的代表 你看他最近幾篇文章 還說 什麼香港 可以有機會成為 這個資訊保安中心 又說我們香港 有很大發展資訊保安產業的潛力 什麼什麼 又叫大家一定要 留意個人資料不要被盜竊 你自己已經被盜竊了 這麼諷刺 等於什麼 我真的告訴你 如果這些事情在外國發生 那些人辭職了 你是香港資訊科技界的代表 你竟然令到你旗下 參加你活動的人的個人資料被盜竊 什麼荒謬的世界 當然他就說 不關我的事 那間Type More的公司出問題 你不認識他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去預防措施 他有沒有說因為他失衷 他影響到 他現在就失衷了 因為發布完這件事 所有人問他發生什麼事 完全不敢說 還好像完全沒有事發生 那就是失衷了 他因為突擊性失調 選擇性失衷 然後 還有 原來這個 他說他自己就馬上 已經刪除了個人資料 誰知道原來Type More 在半年後才通知他 原來的資料被盜竊 你自己沒有跟進的嗎 你去找這間公司幫你做的時候 你沒有去跟進那些資料 有沒有妥善被完全刪除的嗎 什麼都沒有做 現在就出事了 然後這些臘臘神 說要帶領我們香港發展創科產業 吃屎 所以我從來都說 香港從來都不應該 是靠這幫人去發展IT產業的 楊偉雄 又好莫乃光 又好 你給這幫傻樣錢 就是扔錢入鹹水海 你看看這傻樣 他說他自己是資訊保安專家 結果那些資料就被人偷了 那當然 被人偷的市民呢 我覺得是活該 喂 這些傻樣的 一人一信 寄去立法會活動 很傻心 你就不要傻參加了 神經病 好了 你現在寄了信去 你覺得會有影響嗎 沒有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就算你寄 你都自己去好心一點 好心機一點 打封信去寄去 就不是用那些很傻的工具 去幫你去做好格式 就是我們講說 Span人 結果現在就糟糕了 結果你這幫傻樣 就沒有了 那些個人資料 被人盜用了 是活該的 因為參加那些這麼傻樣 弱智的活動 把你的個人資料 放在一個這麼傻樣 的立法會議員上面 那你活該被人盜用的 但我只是覺得很悲哀 就是這個傻樣 就是在鬥9萬6千多元 代表著香港的科技界 去制定些什麼 保安政策 制定些什麼 香港創科發展 你怎麼不可以哭一句句 下個星期的財委會 又撥200億出來搞創科基金 這個傻樣跟下面的走狗 就是那些什麼陳澤濤 就是那些ITVision 五十億 梁繼昌 梁紹昌 就全部都是分贓的一份子 然後我們這幫市民 選這幫按鈎出來 它不是幫你的IT業發展 它是搞我的IT業 和它分贓 然後你這幫傻傻傻的人 還覺得自己在支持民主 你說不要想悲哀 那些垃圾煞 我從來都說 香港是搞得到創科 就不用靠這幫人都搞得到 這幫人之所以存在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賺盡 下個星期又有二百多元 又進入創科界 然後其中一個去建議政府 去推動創科政策的人 就是將市民的E-mail 全部被盜竊出去的莫乃光 你說香港搞什麼 還有什麼 我想我經常都說 喂 香港政府如果什麼都不做 可能是比做事更加好 但是黃絲永遠都不明白 我們怎麼都要做些事情 現在就是越做越禍了 好這個就到這裏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打上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 來98108874 MITraderTV新增了Payme的付款功能 現在一於教大家怎樣用 首先就去App Store或者Play Store 去下載Payme的應用程式 下載完成之後 開Payme的Apps 以手機號碼註冊為例 我們可以進入自己的手提電話號碼 之後就會收到一個SMS的認證短訊 進入這個認證號碼 就完成登記了 之後輸入你的姓名和E-mail地址 就可以成功註冊到Payme 註冊完成之後 就會去到Payme的主畫面 我們去到右上角 看到一個增值的按鈕 之後要輸入你的信用卡號碼和資料 然後按下新增信用卡 完成新增之後 就可以輸入你想增值的金額 然後按繼續 增值成功之後 就可以按左下角的付款按鈕 然後輸入收款人的電話號碼 之後按下藍色字按鈕 就會彈到付費的頁面 輸入所訂閱節目的金額 然後在訊息下寫會員編號 MIHA登入電郵和訂閱計劃名稱 然後按紅色付款按鈕 Payme就會自動彈到WhatsApp 記得要傳送信息給我們 我們會在收到款項之後 一至兩個工作天 和大家開通你的訂閱戶口價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